欢迎您收看 华尔街网报 今日华尔街 突发 李尚福缺席中央军委重要会议 南华早报 根据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周五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明显缺席 这已是李尚福无故缺席公开会议的第三个星期 在国家媒体新华社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 也没有李尚福的名字 他在公众视野中的持续消失 引发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下落及其政治前途的质疑 李尚福还缺席了原定于9月7日和8日 与越南高级国防官员的会晤 路透社当时援引越南官员的话说 李尚福缺席的原因是健康原因 65岁的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8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与安全论坛上 当时他发表了主旨演讲 在李尚福失踪之前 外交部长秦刚今年夏天曾无故缺席数周 包括因健康原因缺席一次国际峰会 今年7月 秦刚的前任王毅接替他担任外交部长 周五的活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层 关于政治教育的会议 由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中央军事委员会CMC的七名成员中 有三人出席了会议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主管政治事务的苗华上将 和负责纪律问题的武装火箭军张生宁上将 出席了会议 没有出席会议的还有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刘正丽上将和习近平的亲信 第一副主席张又霞上将 据新华社报道 他在主持会议时要求解放军指战员 坚定政治信念 加强战备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Ram Emanuel公开表示 李尚福没有出席本周与新加坡海军司令 举行的会议 新加坡当局没有回应证实李显龙缺席的请求 美国情报官员声称李尚福遇到了某种政治麻烦 在周五的白宫简报会上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被问及对李尚福的评估时 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只说 我今天没有任何东西给你 国防部网站上 关于李尚福的报道及其个人信息并未删除 他仍在国防部高层领导之列 关于他的下落 官方没有任何报道或解释 今年八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也突然发生重大调整 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治委员徐仲波 均被撤换 且未给出任何理由 周五 解放军报还报道称 火箭军正在执行实况调查任务 以改善其表现 虽然在报道未提及任何危机或腐败问题 但他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又一起失踪案 这都是中国政治令人困惑的阴谋的一部分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两周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 引发了关于他下落 和可能正接受调查或软禁的猜测 李的失踪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军队火箭军撤职两名高级将领之后 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期间 这些神秘的缺席和未经解释的人事变动 给国内外带来了困惑 不太可能在其他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 激发信心 普京战争中的关键时刻 乌克兰 华盛顿特区的最新专题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 征兵制度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致命弱点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作战力量 来进行乌克兰的长期战争 这是战争研究所所长金伯利 卡干博士的观点 他补充说 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征兵轮 将是普京面临的极度政治紧张时期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国家大选 与此同时 政治学家埃利奥特·科恩认为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不会兑现削减对乌克兰资金的承诺 因为共和党一直支持该国 TikTok因危害儿童隐私而被罚款创纪录的3亿英镑 英国每日电讯 TikTok因违反儿童隐私并使其面临被剥削的风险 而被欧洲监管机构罚款3.45亿欧元 2.96亿英镑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发现 TikTok默认将儿童账户设为公开 而没有实施更严格的隐私设置 监管机构指责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使用黑暗模式来鼓励用户降低隐私设置 这是TikTok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 也是其在欧洲数据规则下的首次罚款 TikTok对这一决定表示不同意 但表示已经进行了改进以提高儿童隐私保护 巴西官员表示 巴西将取消对电动汽车的进口税豁免 路透社 巴西计划取消对进口电动汽车的免税政策 并在三年内逐步将关税提高到35% 此举是在巴西本土汽车制造商的游说下做出的 他们一直在推动该行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最终细节仍在讨论中 时机将由工业部长兼副总统杰拉尔多 二克明决定 为了避免市场冲击 关税将逐步实施 并与政府增加对绿色技术的私人投资计划保持一致 政府还将启动其Rotai 2030计划的第二阶段 该计划旨在提高汽车行业的效率 并更名为绿色出行计划 尽管遭到抗议 西福吉尼亚大学削减专业并裁员 华尔街日报 周五 西福吉尼亚大学董事会投票决定削减28个学术项目 并裁撤143个教职工职位 尽管学生、校友和教职工反对 但他们表示这是为了实现财务可行性而必要的一步 高工资增长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头疼的问题 金融时报 英国政府将向塔塔集团提供高达51英镑约合6.85亿美元的补贴 以确保威尔士波特塔尔波特钢铁厂的未来 该厂可能会导致多达3000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塔塔钢铁还将注资约7.51英镑 使该工厂能够过渡到使用电力 而不是煤炭的更环保的钢铁生产方式 在另一项与钢铁相关的发展中 欧盟警告可能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此前北京批评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替调查 金融时报社论委员会表示 保护主义措施不符合欧盟的长期利益 欧盟科技监管机构声称 TikTok未能保护儿童隐私 澳洲ABC TikTok因未能保护欧盟儿童隐私 而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罚款5.7亿美元 调查发现 TikTok针对青少年用户的注册流程 导致他们的账户默认为公开状态 给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该平台带来了风险 监管机构还发现 TikTok的家庭配对功能 旨在让父母管理设置不够严格 允许成年人在未经16岁和17岁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开启直接消息功能 TikTok表示不同意这一决定 并称在调查开始之前 就已经对其功能和设置进行了改变 爱尔兰监管机构还在进行另一项调查 已确定TikTok在将用户个人信息转移到中国时 是否遵守了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定 亿万富翁雷达里奥在继任争夺战中推动重返对冲基金 加拿大环球邮报 雷达里奥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该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他威胁要在退休不到一年后重返公司 根据他的退休合同 如果桥水的财务表现下降 达里奥有权重新掌控桥水 达里奥并不打算回来经营公司 而是提出了在桥水内开设一个新基金的想法 他希望这个基金能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 然而 一些桥水的高级员工和董事会成员表示 如果达里奥干预 他们将辞职 因为他们担心 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提议的基金来重新掌控公司 自达里奥退休以来 桥水的主要基金回报率一直在下降 桥水管理着1250亿美元资产 是一家宏观投资公司 试图预测全球经济走势 达里奥以他的对抗性管理方式而闻名 包括对员工进行评级和进行录音审判和案例研究 拜登特使表示 拜登将在下周纽约的联合国会议上 强调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 半岛电视台 美国希望在下周举行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上 专注于其全球伙伴关系 该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来自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法国 中国 俄罗斯和英国这国家元首 将不参加联合国年度日程表上最受关注的大会辩论 该辩论将于周二开始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上周五表示 拜登渴望利用此次访问联合国在一系列问题上 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例如应对气候危机和在俄罗斯入侵之际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人权倡导者表示 WTA在彭帅案件上必须在中国回归时保持公众关注 路透社 女子网球协会WTA计划在中国下周恢复比赛 此前应对中国网球选手彭帅的安全担忧而进行了四年的抵制 然而 人权倡导者敦促WTA继续关注彭帅的案件 并对他的安危发声 WTA在彭帅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曾遭到中国政府官员性侵后暂停了在中国的比赛 彭帅后来否认了这一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安全的关注 WTA呼吁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并有机会私下会见彭帅 尽管在中国恢复了比赛 但人权倡导者敦促选手和官员继续追问问题 并对彭帅的案件发声 苏福尔斯暂停计划在该州最大的动物园中废弃寒深的动物标本展示 多伦多星报 苏福尔斯市市长保罗 坦哈肯宣布在该市最大动物园处理受污染的动物标本计划中进行战略暂停 此举是对社区和博物馆动物标本专家的反对的回应 他们声称动物中的深中毒风险被夸大了 博物馆通常使用特殊的吸尘器或将这些标本封装在玻璃中以减轻风险 然而 苏福尔斯的官员声称这将是一项昂贵的措施 该市正在研究如何处理每一只装饰动物 其中一些是受到联邦保护的病危物种 我们必须在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但也要与其合作 金融时报 前英国军情六处MI6负责任约翰 索尔斯爵士警告称 中国对英国及其盟友的国家情报行动日益加剧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试图控制人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方式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然而 索尔斯指出 英国拥有有效应对干预企图的工具 如国家安全法 并呼吁采取同事对抗 竞争和合作的政策来应对中国 中国即将展开的法律战公式 金融时报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未能认识到 中国操纵信息流对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 这是前爱略特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杰一 纽曼的观点 纽曼表示 中国已经实施了一个以习近平思想为基础的计划 以武器化法律并重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 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他说 中国修订的反间谍法和新的外交法史 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可能成为放射性物质 中国当局已经针对外国信息 研究和咨询机构进行了打击 新的IPO法规要求律师禁止发布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 香港证券交易所已废除了要求讨论与政治结构 经济环境 外汇管制 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以及政府干预商业运作相关风险的规定 Rishi Sunak正在考虑禁止中国官员参加人工智能峰会 未报 据消息人士透露 英国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正考虑在11月份的人工智能AI安全峰会上 禁止中国官员参加 原因是对北京方面的间谍活动表示担忧 中国已被邀请参加将在布莱切利公园举行的这一活动 这个为期两天的峰会将有助于塑造 未来几年国际上对AI的态度 预计将由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 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等领导人出席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由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代表出席 中国失踪的国防部长之谜 经济学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高层的清洗 现在正在挑战军队的战斗能力 并引发了对习近平主席领导能力的质疑 最近的事件是李尚福将军的拘留 他于三月份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 李将军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并且在9月7日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议上被撤出 数千名底特律三巨头汽车公司的工人首次同时罢工 英国每日电讯 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数千名工人首次举行罢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工会要求为制造电动汽车的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权益 多达12,700名工人参与了罢工 这将影响多个车型的生产 罢工可能使每家公司每周损失至少4亿美元的生产成本 工会要求在4年内提高40%的工资 而汽车制造商已经拒绝了这一要求 UAW拥有8.25亿美元的罢工基金 可以维持工人三个月的生活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在古巴G77峰会上实现南方国家的平等 路透社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加强国际平等 以解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 在古巴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G77集团峰会上发表讲话时 古特雷斯表示 只有在国际金融和技术共享等领域公平对待发展中国家 才能在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等问题上达成全球共识 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 今年担任G77主席 强调了教育、电力、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方面的差距 G77成立于1964年 现有134个成员国 由 随着市场走势而发光 对多头有利 金融时报 过去6个月 油价格上涨了四分之一以上 达到每磅65美元 核电厂的增长 特别是在中国 以及美国核电厂的寿命延长 意味着从2025年开始 油的需求预计将超过供应 像加拿大的Sport Physical Uranium Trust 和英国上市的Yellow Cake 这样的油投机者 推高了薄交易的现货市场价格 然而 如果油价格上涨到70美元以上 这很可能会鼓励矿工增加产量 潜在地导致供应过剩 改造死蜘蛛 属尸体鼻毛赢得搞笑诺贝尔奖 南华早报 第33届年度搞笑科学成就 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已经公布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颁奖典礼在线上举行 一些获奖成就 包括一项 关于为什么科学家舔石头的研究 一个关于将死蜘蛛 重新利用为抓握工具的项目 以及关于教师无聊 对学生无聊影响的研究 一个诺贝尔奖 由不可思议研究年鉴杂志组织 由哈佛拉德克利夫科幻协会 和哈佛拉德克利夫物理学学生协会赞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打赏 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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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